欢迎来到十一节的感动时刻 救股仓可以变成漂亮的农产中心吗 没错 这是在苗栗的公馆乡 今天的感动时刻 镜头就带您来到公馆乡 来看看农会的创意 在农会的干事长韩洪恩的推动之下 原本的救股仓可是摇身一变 不但成为了农特产中心 还结合了创意料理 变成多功能的餐厅 非常的有特色 轻柔的音乐加上客家的大红牡丹 苗栗公馆的农产中心很有客家味 他们还取名为号客方 亲切的问候 让游客可以感受客家的热情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 引人瞩目的特色建筑 原来只是堆放稻谷 肥料的旧仓库 他会摇身一变 幕后推手就是农会总干事韩洪恩 非常多的产品希望借一个场地 或者一个包装来做一个行销 因此呢就在这边做一个改造 现在变成是一个复合式的餐厅 还有农特产品的一个展售 当然我们还提供一些空间做DIY 还有就是游客服务资讯的一些服务中心 韩洪恩花了两年将退期的仓库改头换页 也要求号客方一定要有客家本色 紫西丁宁也希望把客装最好的东西呈现在游客面前 所以他也把公馆乡的农特产品大集合 那这福菜传统的福菜 都是这样藏着品贯 那现在呢当然有一些不同的包装 像真空包装 这个梅干菜 这个福菜 特福就是最好的这个福菜 帮忙设计包装提高产品能见度 提供销售管道 不但打响公馆特产的名号 还帮农民增加收益 比如红枣我们也做红枣面 我想这个部分呢 大家都最近交费者都非常喜欢 因为真的是非常道地 韩洪恩很积极 要让游客忘不了客家味 他也常常亲自品尝 还跟玉达科技大学的餐饮管理系合作 研发一系列的客家特色餐 客家知名的梅干扣肉 变成了梅干肉燥饭 客家香Q的猪脚也是一绝 还有烫过之后 马上冰镇的客家板条 在地位的创意料理相当受欢迎 韩洪恩从县府建设局长退休 从建筑万关到行销细节 样样都很讲究 他希望让公馆农特产的招牌越来越亮眼 这股仓里特色农产罗列 客家味新鲜肠 梅干肉燥饭 冰镇Q版条 韩洪恩打造浩克邦 搭红牡丹做指引 尽有公馆的感动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